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时赶到 恐怕一连都有被团灭的危险 显然 这个对步兵而言巨大的隐患 不仅引起战后美国军方的高度重视 也引起了全世界各大军事强国的注目 尤其是在战后机械化钢铁洪流的影响下 这种单兵生存能力的孱弱更是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 显然 给步兵以强大的炮火和空中支援还不够 毕竟战场上总是遇到原水解不了尽渴的时候 看来非是要给普通步兵装备重火力不可了 最先觉醒的恰恰是最不缺火力的美国人 从朝鲜战场上的超级八足卡 到越战一战成兵的M72 再到如今活跃在反恐战场上的是AT-4火箭筒 虽然都是士兵扛了个大粗管子 可不管是战场环境还是打击目标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复合装甲和爆炸式反应装甲已经普及化的今天 单兵仅靠火箭筒去打坦克 推进到50米都不一定能撸得穿 因此对付坦克这样的高价值目标 如今更多的时候是交给由射程更远 精度更高 破甲更强的反坦克导弹 这样的专业选手去收拾 而过去炸个碉堡 打打火力点的兼职 如今却反而成了单兵火箭筒们的主业 别看成了战场配角 但在普通士兵眼里 他们仍然是当之无愧的步兵大炮 军不见叙利亚战场 在连煤气罐都能成了大杀器的装备水平下 单兵火箭筒自然成了手里唯一的重火力 建筑上那些大大小小能穿墙过院的窟窿 往往都是他们留下的杰作 倘若不是中东战场上RPG满天乱飞 那各强国昂贵坦克的屁股上 又何必要焊上廉价的栅栏装甲呢 然而真正对单兵火箭筒这种杀器一往情深的 其实还有中国军队 这么一位火力不足恐惧症的中毒患者 可以想见 一个过去吃尽了火力不足苦头的熊屌丝 一旦逆袭成功 将以什么样的热情疯狂的报复社会呢 过去中国陆军步兵连的直属火力一直很弱 战时要依靠上级加强下来的 无后坐立炮和重机枪才能正常作战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解放军的摩托化机器化水平还很低 老师的重机枪和无后坐立炮外加弹药 全部都在百公斤以上 至少需要五个人背负或罗载 这样一来就无法像外军一样将重火力配备于步兵连 所以那个时候的解放军步兵连编制很单薄 只有到了营一级才拥有直属的机枪连和炮兵连 而现在呢随着我军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 编制体制的不断优化和调整 装甲步兵又拥有了步兵战车作为主要机动平台和战斗武器 获得了很高的负载能力 我军因此逐步的将PF-98等重型火箭筒下放到连 甚至是每一个步兵班 国产PF-98是120毫米重型火箭筒 是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 射程最远 威力最强的反坦克火箭筒 自1997年装备部队以来 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军队步兵部队的标准反坦克武器 现在在一个摩托化步兵连里 居然配备了多达9门的120毫米口径火箭筒 达到平均9人就有一门的火力密度 数百米内在无需呼叫团属122毫米榴弹炮的情况下 就可以利用火箭筒的多用涂弹 云爆弹等多种弹药消灭敌人的坚固火力点 咱们这单兵火力都这么空前绝后了 你让最近频频搞事情的某哥还怎么活呀 可就是这样 小冰冰还是要说 但是 道理嘛咱都懂 可咱怎么看 这120毫米的大筒子 都是石瓦行格 史太龙这块头的才玩的转 你们想过小个子士兵的感受面 瞧咱把宝墙给累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点兵小姐姐 微信搜索公众号 每日点兵回复小姐姐 有小姐姐的思照等你哦 美国大兵冬天水中训练 穿P棉棉服不时温 这P棉是何方神物 进水泉后 P棉蓬松度仅少许变化 仍保暖 这就是龙牙选择P棉的原因 龙牙战术服装 只用军工黑科技材料 每日点兵 微信公众号 回复龙牙了解产品